ISO太高噪點會爆掉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多新手在拍攝的時候會無條件的去壓低ISO值 想說使用最低ISO值拍攝就可以獲得最好的畫質 但這樣做很有可能會掉入另外一個盲區 那如果你是經驗老道的攝影師 可能看到這裡會覺得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傑克森你今天要賣弄什麼 不是講雙原生ISO 就是要講使用擴展ISO會降低動態範圍 嘿嘿 那也許這一集可能又會給你一些新的想法 那這是一個以動態攝影為主 專為創作者找好方法的分享頻道 如果你想要聽到一些其他頻道不會有的 實用內容 請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手上也有A7S3或者是A7S4的朋友們 拍片的時候應該大多都會去使用這個S-Log3進行拍攝 那在使用S-Log3的時候是不是 會發現 當我ISO降到640 也就是基礎ISO之後 還可以往下再延伸 但ISO值上下各有一條線 這些就是所謂的擴展ISO 當你快門跟光圈都不適合在降低曝光 比如說你不想收光圈去影響謹慎之類的 有些人就會用這個ISO來壓低曝光 不是說要用ND嗎 是啊 但總是偶爾會有沒有帶到ND的時候 這個時候 過曝怕被罵你還是得偷用 這個擴展ISO一直都是壓光線的最後手段 不得不的做法 他理論上跟你後製的時候才去降低亮度是一樣意思 動態範圍會被縮減 也就是明暗範圍會被閹割 你的天空啊或者是路燈如果本來就過曝 爆掉了 從失波圖來看就是被切掉 失真的這個意思 那你用這種D擴展ISO一樣 也就不回來 過曝的地方他只會由白變成灰 那這種ISO主要目的是讓你校正中量部主題的曝光 如果你今天需要壓光線 又沒有帶到ND 又得立刻指出 沒有時間調色 那這不失為一個方式啦 只是要避開對比太強烈的場景 那使用上還是無傷大牙的 但因為 就知道他的動態範圍會被閹割嘛 所以我們通常 可能還是會究竟想辦法去生一塊ND出來 從來不會去 寄望這個擴展ISO 應該說就不會去使用它啦 好解釋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另一件事情 我們都說拍攝的時候啊 尤其是用S-Log3拍攝的時候 能用基礎ISO就用基礎ISO 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動態範圍 第二個是畫面的純淨度 那以A7S3來說就是640跟12800 那我們今天先不理會 高原生ISO的部分 好動態範圍這個沒有懸念 你用了擴展ISO肯定會打折 但畫質呢 大部分人的直覺都會是 不會有影響吧 原生基礎ISO下的畫質永遠是 No.1 我給身邊看了這一個比較畫面 都是用A7S3拍攝的 左邊是ISO640 右邊是ISO160 他看了之後一直想不通為什麼 這個使用擴展ISO之後的畫質 比較好 好那這個是如何辦到的呢 簡單來說就是靠殉照比 現在我們搭配四波圖 使用A7S3的S-Log3 可以從四波圖看到後面的光棒啊 和白色的盒子 目前都是過量失真的狀態 那我們將ISO往下調的同時啊 可以看到過曝的資訊有部分回歸的跡象 也就是說呢在原生ISO的範圍內往下調 是可以拉回亮部資訊的 可是一旦低於ISO640 整體曝光一樣往下降 但是真的亮部啊 仍舊失真 他只有變灰而已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將ISO從 640 一路往下調 同時呢我用快門調整 將灰卡的曝光永遠固定在亮度50的位置 有沒有發現 動態範圍不斷的在削減 最亮的光棒當然就 首當其衝 不管是看影像或者是視波圖 都很容易察覺到高光的折損 但其他階層的曝光分佈 都不受影響 而且在動態範圍被犧牲的同時啊 可以去注意到 暗部的造訊 會發現造點有持續收斂的現象 直接比較一下 640跟 160的畫面 純淨度可以說是差得非常多 這個代表什麼呢 在一些對比度比較低的場景中 拉高進光量 搭配低擴展ISO 對畫質的純淨度是非常有幫助的 等於我們拿動態範圍去換更乾淨的畫面 解釋一下原理好了 當我們用基礎ISO在拍攝時亮部 也就是亮度訊號夠強的區域啊 本來就不太容易會有照訊 因為訊照比超高嘛 也就是說它離 這個底照的距離夠遠 那只要它沒有 過曝 失真 太亮 那現在啊 它被擴展ISO 往下壓 變成了中暗部 畫質自然就可以海放 這個原生ISO下的同級曝光結果 說白話一點啦 就是它吃進去的光 比較多啦 那雖然這麼做 動態範圍 14檔以上的動態範圍 可能會被閹割到剩下12檔上下 但12檔的動態範圍還是對大部分拍攝 非常足夠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原本有S-Log3 那現在剩下709的動態範圍 但畫質更好 其實你也可以說它就是變相的向右曝光 也就是我們以前常說的 S-Log3就是拍亮一點 拉高這個物理的進光量 那不管你是靠快門或光圈 當然最好是靠外在的光線 那到了後製的時候我們再用軟體 把曝光拉回來 那現在這個做法等於是向右曝光 創造高薰照比之後 在相機內用低擴展ISO把整體的曝光 壓回到正常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堅持用基礎ISO640來拍攝 這樣可以保留最佳動態範圍 那回來到後製的時候 再去降這個曝光 但你當下的監看可能會很痛苦 因為你要拍過曝嘛 那過曝的狀態下 一片白你可能什麼都看不清楚 這個時候Fx3的強項就出來了 CineEI模式可以使用200EI來監看畫面 那相當於你在 A7S3用擴展ISO200來拍攝 但 可以保有完整的動態範圍 所以它的價差其實是 合理啦 而且值得的 好那結論是什麼 下次用A7系列拍片過曝的時候 如果啦 我是說如果 你不需要很大的寬容度 可以考慮先用D擴展ISO把光線壓下來 壓到ISO160 如果還是太亮 接著才輪到用MD 很有意思 今天本來是要數落這個 擴展ISO 結果在某個層面上 還是回到最初所認知的這個 ISO越低越好 而不是基礎ISO才是最無敵的概念 那搞不好你跟新手一起拿了A7S3出去拍了 一樣的畫面 他傻乎乎的用了擴展ISO 不小心創造出超高的遜照比 那拍出來的畫質竟然比你的 還要乾淨 那要不是你今天看了這一集 可能真的會懷疑自己 那這一集內容可以讓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那這個現象也不是只有Sony會有 其他廠牌如果有這種 超過原生ISO範圍的 Low ISO 比如說可能 會是用 LO 標示的這種ISO 那也都適用這個概念 讓我們捨棄動態範圍擁抱 更好的畫質吧 希望今天這一集有幫助到大家 希望 是實用的 我是傑克森 專為創作者找好方法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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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